原国胜资料图6月22日,重庆市纪委监委微信公号风筝八语,公布了重庆市同南区政府原党组成员,副区长原国胜二件警示录,证明副厅及干部在个人忏悔书中坦白。 2012年区县换届时,我以为自己能稳操胜券,当上副区长,结果未能如愿,就对组织心生不满,为了获得薪局及干部级别,2013年,我报名原葬,当作了自己职务升迁的跳板。 原葬三年苦酸白试了公开资料显示,原国胜出生于1970年10月,四川西充人,研究生文化,1996年7月参加工作,199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 他曾建重庆市九龙坡区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,2005年调入重庆鱼龙资产经营,集团有限公司以下建成鱼龙集团担任,副总经理,董事正处级,在芝加利属于九龙坡区政府的国有独资公司中,原国胜工作多年。 2012年2月,他从鱼龙集团董事长,总经理,党委书记,任上改任鱼龙集团董事长,总经理,7个月后,又开始担任鱼龙集团董事长,总经理,党委副书记职务,原国胜对组织心声不满,也出现在这一年,具体在忏悔书中自述。 2012年区线换届时,我以为自己能稳操胜券,当上妇区长,结果未能如愿,就对组织心声不满。 他说,当初组织上安排我的鱼龙集团工作时,因为知道集团困难多,压力大,本不想去,去了也是带着情绪去工作,后来要求离开集团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时,乃至后来晋升妇区长失败后, 心里的天平开始失衡,认为老实人吃亏,怨恨组织不公,为自己抱不平,我逐渐不相信组织,觉得信组织不如信自己,信关系,信金钱,决定利用手中的权利,为自己谋出路。 2013年,我报名袁藏,当做了自己职务升迁的跳板,袁国胜介绍,公开资料显示, 2013年7月后,袁国胜任西藏自治区长德内屋期县委常务副书记袁藏,重庆市九龙坡区复兴局级干部, 他前后袁藏三年,离开田一任内屋期县委常务副书记,常务副现场。